Hello 大家好 我是静电鱼 今天呢 我们的新作小课呢 要为大家来揭晓的性格真相呢 是双鱼座 说到双鱼座呢 我们大家都并不陌生 可能首先映入到我们脑海里的词汇就是 浪漫 爱幻想 天真 单纯 善良 愿意牺牲 爱逃避 爱幻想 佛性 宽容 着庆 天真啊 还有这种容易受欺骗呀 这些呢 都是双鱼座给人的一些既定印象 为什么双鱼座会给人留下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所以呢 这个就要让我们去深入去思考 双鱼座的性格核心 在刚才讲的那么一大堆的词汇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呢 这其中有一个佛性这个词呢 似乎就蛮有点双鱼座这个星座的一个意思啊 我们都知道双鱼座呢 它是在黄道十二星座的最后一个 它的那个符号呢 也是两条鱼 对吧 首尾相接的鱼 看起来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阴阳八卦的这个图呢 是特别的相似 那这个图的感觉就是给人一种深深不息的循环 一种轮回的意思 而双鱼座呢 也作为十二星座的最后一功呢 它也代表着在这个真心学上呢 它也拥有着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它也是代表着 集十一个星座的大成 所以呢 它是混沌的 是暧昧的 是不清楚的 是稀里糊涂的 是不分明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可以说呢 双鱼座呢 它就像是大海一样 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包容性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个佛性 所谓的佛性呢 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佛一样的心怀 那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佛性的事呢 他对人世间的仇恶呢 已经不再的去记恨 他可以说是脱离了一个小我的爱恨跟情仇 而体会到了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这样子的感觉吧 所以说呢 双鱼座呢 在黄道的这十二星座的座位的最后一功来讲呢 它也拥有着一个佛性跟禅意的特点 所以双鱼座的也代表着我们人类的灵力 直觉力 想象力 以及呢 通灵的能力 所以说呢 双鱼座 难道双鱼座真的就是如此的佛性 如此的与世无真吗 如此的单纯吗 完全超多于其他的星座吗 显然答案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双鱼座它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去对自己做这么多的归纳 其实双鱼座在这些所有的个性当中 最典型 最关键的性格 是在于它的想象力 双鱼座呢 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想象 并且呢 总是沉浸在自己幻想之中的一个星座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 哎 不好意思啊 静电鱼老师 我觉得每一个星座都有梦想 对吧 要不然汪峰老师也不会天天问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说的很对 每一个星座呢 都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呢 只有双鱼座呢 它的梦想呢 是不间断的 无间歇的 持续的在发生 在产生 就像幻力的肥皂泡一样 或者说 就像是阳光照在海洋上的时候 反射出的光点一样 就是那么的星星点点 那么璀璨 这个碎了又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碎了还有另外一个 永远不停的幻境 是双鱼座最大的特点 双鱼座呢 它为什么会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呢 这也是因为呢 作为黄道收尾的最后一个星座 从白羊座的单纯的发现自我 到金牛座的巩固自身财富 到双子座的不停的交流学习 到巨蟹座的有了一个家庭的需求 到狮子座的勇敢的去展现自我 到处女座的去给社会给世界制定秩序 到天秤座的学会跟人合作 到天蝎座的学会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 然后呢 学会在像射手座一样呢 拥有一个高原的理想去追求更大的世界 到摩羯座去体会承受巨大痛苦之后换来的社会地位 然后到了水瓶座 是走向更高原的人道主义的空间平台 去整臂高呼 去为大多数人的人间疾苦去做正义的守护 那么到了最后一个的双鱼座 它呢 可以说是完全已经忘却了 放下了渺小的自我 也就是白羊座的那一个单纯的自我的状态 双鱼座已经超脱了 所以双鱼座它会考虑的是 宏大的 特别渺远的 特别空泛的 特别远的 特别高的一些思想境界 它想的东西呢 跟我们一般的人呢 想的都不太一样 它想的都是一些更体验性的 更远见性的东西 而它的 也因此呢 它的想法呢 非常的多 非常的杂 它似乎就整天都处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难以自拔 所以呢 很多人会觉得跟双鱼座在交流的时候 好像觉得它好像有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断片似的那样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像心不在焉这种状态 以致让你很难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那么实际上呢 双鱼座在那个同时 它已经在思考其他的事情了 它已经陷入到自己的另外一些幻想当中去了 所以说呢 双鱼座呢 看起来是蛮悠闲的 是吧 但其实它是十二星座当中最忙的星座 因为它呢 在这个梦境当中呢 它不停地在产生新的想法 然后不停地去想要做新的事情 那么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呢 它倒不是很在意了 因为一切都好像是梦一样 好像不管是好是坏 那种体验过去 感受一下 似乎它就过去了 它并不会把那个痛苦很执着地抱在手中 也不会把那个情感很执着地放在手中去思考 它就喜欢又去思考它的下一个的梦想 下一个的计划 所以呢 总是沉浸在梦境当中的双鱼座呢 会让人产生一种 这个人似乎跟我们有一种游离态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一头在游的鱼似的 你不知道它到底在想什么 但它又十分的安详 十分的悠游 它不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么多星座一样的 都是非常的缺乏安全感的 因为呢 它其实没有空来得及去仔细地去思考什么东西 它也不可能去担心 是不是周围的事物会对它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为对它来说 当下的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生活在想象当中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想象中的自己的感受 才是双鱼座活着的存在的证据 所以双鱼座的人呢 总是给人一种十分佛性的印象 它似乎并不是能够 马上就给你一个非常精确的反应 它似乎一些事情似乎跟你的这个讨论似乎也不是在同一条频率上 有的时候你还在说这个事情 它已经跳到下一个事情 有的时候你还在规划这个事件 它已经考虑到更远以后的事了 所以说呢 双鱼座呢 它是一个把想象当作生活的人 它基本上呢 所有的时间呢 都沉浸在想象当中 而不是沉浸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实的当下 所以也因此呢 双鱼座的人呢 拥有一个天真的个性 它有时候会混淆 想象跟现实中的一些距离 它会觉得自己想象当作那些东西 也是就是现实在发生的东西 以致呢 它的心变得很单纯 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去理解 现实当中仇恶的一面 也因此呢 会把现实想象的过于美好 所以呢 很多时候它并不懂得人间的一些 黑暗啊 险恶啊 还有一些爱恨情仇 那么有了这种想象力呢 也会让双鱼座呢 十分的随性 其实我们 我们如果说对真心学有所了解的话 我们会知道 双鱼座呢 它在现代的真心学当中呢 它是由海王星来守护的 在古代的真心学中呢 它是由木星来守护的 木星跟海王星呢 在某一些程度上呢 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主要都在于呢 它们拥有一个很好的包容性 木星呢 是乐观的豁达的 海王星呢 则是充满了苦难的悲悯的 这种强烈的特质呢 就都反映在双鱼座的身上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双鱼座的人 他就有通过这种想象力呢 能够很好的麻醉自己 忘记当下的一些伤痛 所以呢 双鱼座的人呢 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吃惊啊 我有一位双鱼的朋友就是这样 他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啊 但是呢 他依然很非常的有活力 每天都非常的忙碌 那我也很惊奇的 我就问他说 你现在身体挺辛苦的啊 天天都要去挂瓶啊 什么的 你为什么还这么的忙碌呢 你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他说不行 我很忙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我还要实现 我要趁着我还没有倒下去之前 我要做更多的事 所以他会表现得更加的忙碌 他根本没有空去感受到他当下的病痛 我在想 如果换做另外一个人 可能他早就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他就根本就不愿意爬起来了 可是呢 双鱼座呢 他会觉得 我不行 我还要珍惜 我现在能够活着的时间 去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所以呢 双鱼座 他对当下的这个痛苦 他的感受力是欠缺的 他反而不会去 我生病了嘛 我其实应该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不会的 他依然 他的脑子依然马不停蹄的在思考 然后就忍不住想要去干些事情 我到病房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就非常烦躁的说 他说我要出去走走 我不能够一直躺在这里 我要去做点事 那医生就说 你现在的情况并不能够出去走走 你必须好好躺着疗养 他就是不能接受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 就算让我出去走一圈也好 我一直待在这里 我会觉得我好多事情还没有做 我当时就觉得 谁说双鱼座是懒惰呢 双鱼座的人他真的一点都不懒惰 他真的是非常的看重时间 然后因为他的想法有那么多 所以他又每天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实现他要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起来他心不在焉 那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跳到下一个程序当中去 他已经在考虑他下一个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真的没有见过一个闲的双鱼 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闲适 实际上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忙 因为他的内心想干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也就是双鱼座 他会把当下的那个状态被虚化掉 模糊掉 他对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并不鲜明 他时刻活在未来 他总感觉我下一秒 下一时间 下一段时间 我还要去做这些事 我还要做那些事 所以他都在随着想象在奔跑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呢 他在我们常人的眼里看来 双鱼座好像十分的随性 就是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问他你爱吃什么 不知道随你便 你问他你要点什么呀 没关系我都可以 你问他说你今天想看什么电影 OK呀什么都行 只要你喜欢 就双鱼他就表现得非常随性 因为他其实根本没有很仔细去思考当下要做的事情 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而他更在意的是他脑子里这一刻思考的事情 他要怎么样去完成那件事 所以双鱼座的随性也是因为他不太注意当下的情况 也因此呢他整个人有一种飘忽不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我们会看到双鱼座的人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但是可能他今天才把这个计划说出来 明天可能又把这个计划给忘记了 所以 说鱼的记忆有奇妙 我觉得双鱼座他也有这个特点 他非常的容易想到新的点子 但他也特别容易遗忘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所以常常呢有些事情他做着做着就忘记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难以回想起以前的想法 但是呢 之后呢可能又会想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就好像我们看过的海底历险记 对吧 里面的这个多里这头鱼一样 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他都忘记了 并不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游 其实我们想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经历 就是有想讲的话 突然间到嘴边就忘记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出来 这就是双鱼的一个特点 他常常呢在一个关键的时候 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然后呢他又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游去了 所以呢双鱼座呢 他就会给人留下混沌 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目标不明确 稀里糊涂这样的印象 如果从特别现实的角度来讲 双鱼座呢似乎是真的很难为大家所理解的 因为他有时候连自己是谁 自己去该做什么 这些问题他都并不清楚 他都会要去思考 所以呢双鱼座呢 他是一个内在非常的混沌 和充满了幻想这样的一个结合体 也因此呢 他拥有特别强烈的海王心的特质 他能够给自己麻醉 他的想象力呢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麻醉剂 可以给自己带上一种麻醉性的效果 给自己一种治疗伤痛的能力 获得快感的能力 所以说双鱼座呢 他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奇怪的感情状态 异地恋也好 远距离恋情也好 网恋也好 他都OK 因为那些当没有现实的东西 他可以透过自己的想象力 把它填补起来 而且感到很快乐 然后呢 他又可以随意的 又朝了下一个目标去前进 所有的一切呢 推动他呢 都是由他随性所致的一些幻想来决定的 所以呢 是十分的不稳定 也非常的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也因此呢 外界如果给他的反馈呢 告诉他说 这个行动好像不太合适 他呢 就立刻会推翻掉这件事情 放弃他 然后去做另外的事情 我的双鱼座朋友呢 我就常常能感觉到 他们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会有 随时随地无数个想法 然后又随时随地破灭的无数个想法 就差不多是围绕着双鱼的 也因此呢 双鱼的整个状态呢 就是很容易被影响 他就在这个十二星座当中 他是几个特别被容易影响的星座之一 这是双鱼的一个基本特点 来自于他的这种缤纷的想象力 而这个想象力呢 虽然除了不能活在当下 有一些欠缺之外呢 他也有很优秀的一面 因为这个想象力 让他有了远见 他能够甚至想到 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高瞻远瞩 也因此呢 他就拥有一些 特别超前意识的眼光 他能够看到一种 类似于未来的东西 他的创造力 一旦有所展现 都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乔布斯 他是双鱼座的 他就是革新了整个高科技的革命 没有乔布斯 我们大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用上我们目前的这种 一个件的手机 那么像爱因斯坦 他发明了相对论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 那么我们的物理学 可能又还要在 走过一场段黑暗的时间 而双鱼座的人呢 都是属于那种奇特的想象力 推动他们前行的人 他们一般不是太能够为人所理解 但是他们呢 也无所谓别人理不理解他 但是他需要的就是 他的这种丰沛的想象 以及高瞻远瞩的能力 让他们呢 能够拥有一种远见性的特质 这是十二星座当中最强的 最有远见的星座就是双鱼座 因为他根本不会被当下的现实 所困扰 所诱惑 他总是活在未来 但是呢 双鱼座呢 这个特点呢 这么强的远见性 这么高瞻远瞩的性格 但双鱼座我们也说过了 刚才说过他 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初衷 以至呢 不知道怎么样进行下去 也就忘却了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们会发现 双鱼座另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 就是他的行动力呢 是比较不够的 他需要有一个人呢 不停地给他 确定他的目标 不停地给他重申他的目标 要不他就会常常忘记 所以说呢 我们的双鱼座呢 他是需要有一个人 或者说有一个团队 来跟他一起合作 他一个人的话呢 会常常失交 常常走偏 但是呢 他需要跟其他 强有力的 脚踏实地的人配合的话呢 就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优势 而开创出一些特别奇迹的东西 这个是双鱼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也因此呢 双鱼座呢 他是在感情上面呢 也因此呢 我们就会知道双鱼座呢 刚才我也说过 双鱼座呢 他是一个非常想要 内心里有无数想法 又拥有远见的人 所以呢 双鱼座你看他是很轻松 很自在 好像无所事事 很悠闲的样子 但其实他是非常忙碌 又非常上进的 他一直呢 都在想着他 内心的梦想的方向前进 哪怕是充满了苦难 他都不会选择放弃 他的问题呢 就是他 目标总是变幻莫测 做事呢 又经常望头望尾 半途而废 明明感觉不错呢 却可能会因为外界一些很小的影响呢 就会让他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放弃了当下正在进行的项目 这也使得大多数的双鱼呢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呢 却没有办法真正贯彻 和落实到底的原因 因此呢 很难以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也因此呢 如何呢 在虚无中呢 去找回自我呢 就是双鱼做一项最重要的人生功课 因为只要 只要有了一双脚踏实地的双脚 那么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才能够去实现 就像我们熟悉的那个童话故事 海的女儿 海的女儿 她最终她拥有了一双脚 但是每一次走在陆地上呢 都是犹如在刀尖上跳舞般的疼痛 我认为双鱼做呢 她即使她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让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做一个特别像处女做这样一个精细的 善于挑剪的对每一件事物都能够轻松完成的人来讲呢 那是真的非常的难 双鱼这一种头脑极其发达 四肢却极其不发达的性格 会让她的动手能力相对变差 所以说呢 她也必须要通过别人更加艰苦的努力呢 才能学会呢 做一些精细的工作 双鱼做呢 她擅长的是看大局看未来 却不擅长的把细节的一些东西做好 在技巧的方面呢 她是比较欠缺的 也因此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双鱼做 她需要一个同伴来跟她一起努力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呢 她才可以去比较随性的去发挥自己 而不至于被自己带跑偏 这个是双鱼做的优点跟特点 也因此我们知道双鱼做 为什么说双鱼做浪漫呢 双鱼做的浪漫也就在于 她这种丰沛的想象力 可以让她常常有 有这种意外的惊喜 surprise给你 所以跟双鱼做在一起 你总是会感觉到一种特别温暖的 贴心的东西 你会觉得她随意的 简单的浪漫的 简单的一些做法呀 问候啊 你都会感觉到她的那种温暖的心情 你会被她深深的包围而感动起来 这也就是说呢 双鱼做呢 她的这个性格 她的随性 她的自我麻醉 她的活在未来的个性 都让她呢 拥有一种在感情上的一种细腻和真挚性 因为双鱼做她 善于在幻想中麻醉自己 就会很乐于沉浸于自己幻想的快感当中 所以有时候呢 她也确实没有办法去分辨事情的真伪 但也正因为如此呢 双鱼做呢 也成为十二星座当中最无私 最乐于助人的星座 如果你和双鱼做做朋友的话呢 你一定会感受到她深深的善良 就算她有一些摆当 让你觉得琢磨不定 好像今天你跟她关系还很好 明天她就突然间好像对你变得冷冰冰这种状态 但是呢 双鱼做对你的帮助呢 都是发自内心的 无怨无悔的 因为呢 深受木星影响跟海王星影响的双鱼做 对他们来讲呢 能够帮助到别人呢 会让自己快乐 她就好像圣诞老人一样 双鱼做呢 她愿意付出 她甚至有一种类似于空气净化器的功能 她觉得 当她吸纳了你身上的负面能量 你的痛苦 她可以帮你净化掉 然后呢 她吸纳了这些能量 她还不感到成为压力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双鱼做会有这个特殊的能力呢 这也是因为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宇宙 当十二星座走到最后 双鱼做就留下的 是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自我完全不在了 那么苦难也就变成了 无没有 所以她可以吸纳每个人的苦难 又化解他们 并且把它换成进化过的 崭新的空气 又交换给你们 所以说双鱼做带来的这种 无私的奉献的性格 会让人觉得 她真的是一个值得相处的人 所以说虽然双鱼做看起来 有一些不走心啊 但是呢 双鱼做真的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真心 且不求回报的 这个是双鱼做特殊的美德 所以呢我也建议呢 大家要对身边的双鱼做朋友好一些 虽然她可能会 有一些心不在焉 有一些神神叨叨 有一些稀里糊涂 但是呢 她拥有的这一种 善良的品质呢 是真的很难得的 是这个世界很珍贵的宝物 为什么双鱼做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这也是因为呢 双鱼做呢 她想要去品味人生所有的美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双鱼做并不是无所事实的人 相反 她是野心非常大的人 她如此的忙碌 如此的无法停下脚步 那都是因为 她内心想要实现的梦想实在太多了 她的野心不是没有 反而是实在太大了 而是大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就好像变成了虚无一样 就仿佛宇宙一般 有人说宇宙的根本就是虚无的 那就是因为大到人类没有办法去衡量 而双鱼做呢 她的内心装着的就是整个宇宙 许许多多奇异而新奇的想法呢 始终在她的脑中四处回想 光是把这些东西一个个理顺 想清楚就要比别人花好多好多的时间 也因此呢 她常常没有办法离出一个清晰的主线 去做一些脚态实地 在当下能做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过于庞大的内心思想 让双鱼做呢 也常常呢会忘却了自我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自己的一些细节 我身边很多双鱼做 甚至都没有办法讲出来自己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 到底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到底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小我的概念 真的很少很少花时间去理会 他们觉得这个小我太渺小了 根本不需要去花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一些东西 对自己身上的病痛 他们也采取不太在意的方法 因为在他们眼中 人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 在宇宙的观念当中 一粒沙粒而已 一粒尘埃而已 所以他们会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呢 双鱼做的人呢 容易身体不好的一个原因 因为双鱼做的人呢 他太过于 关心宏大的客厅 太愿意为他人去付出 所以呢 双鱼做他常常呢 会被他人侵占过多 而又因为对自己的过于不关注 反而会造成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压抑跟疾病 所以我觉得要提醒双鱼做的就是呢 一定要懂得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因为双鱼做他是常常忘了自我 也不知道饿 也不知道累 也不知道困的这样的一个星座 所以双鱼做他最需要的呢 就是要像厨女做那样 懂得精细的滋养和照料自己 而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在去扩大自己的想象力 并且呢 将自己的想象力呢 去好好的加以发挥 那么他一定能够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 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身体 也是我们能够去展现自己的唯一途径 如果没有这个身体 也就缺少了作为人类的个体的存在 那么所有的想象也只能是想象 就缺乏了去了解和落实的途径 这也是双鱼做的巨大课题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探索整个世界 就必须从了解自己开始 因为人并不像沙利一般结构如此简单 即使从一个最小的我出发 也能够跟最高阶的宇宙相结合 而最后去发掘到内心的多变和复杂 也因此呢 才能将自己的心灵呢 跟内心的宇宙呢 完全的容纳 这才能够获得双鱼做天人合一的真正境界 说了这么多呢 我想说的是呢 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够没有双鱼做 双鱼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进化器 有了双鱼做 我们才能够把那些痛苦的 艰难的 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 都把它容纳了 接纳了 重回于宇宙 再也不分黑白对错 再也没有是非真伪 只留下永恒的 无私的 亲民的 爱 这就是双鱼做 给我们的最大的意义 它带给我们希望 带给我们梦想 带给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和爱 那么也要请双鱼做的朋友 自己注意 为自己减负 关注自己的身体 不让自己的灵魂 过于宏大 而忘却了自己 必须赖以生存的一个躯体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相信通过这一课 大家对双鱼做可能有了 质的了解 这就是双鱼做为什么会有种种奇怪表现的真正内核 而我想这堂课对双鱼做本身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双鱼做在他们成长的岁月当中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寻找自己 而这堂课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寻找到自己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在下一节的课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双鱼做的性格和性 我们下期待的课程 Ubuntu